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葡萄干面包卷的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250克的高筋面粉 先加入2克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再加入3克酱母粉 20克白糖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接着我们先打入一颗鸡蛋 再加入125毫升的温牛奶 然后再加入一把我们提前洗净的葡萄干 接着我们先用筷子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一直搅拌成像这样比较粘稠一些的面团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再加入30克融化好的黄油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再次充分搅拌均匀 最后我们再加入15毫升的食用油 然后下手把面团的表面给它涂抹均匀 然后盖上保鲜膜 让它醒发着两倍大 像这样体积明显变大 里面成蜂窝状就已经醒发好了 接着我们把它移到面板上 先像这样给它折叠几下 排出里面的空气 然后再用手先把它搓成长条 再用刀把它们放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我们取一个小剂子先给它揉圆 然后再用手把它轻轻的按扁 接着我们先把它擀成一张厚度约3毫米的牛舌状饼皮 然后先把它从两头往中间折叠一下 然后从中间给它再次对折一下 最后把接缝处再用手给它轻轻的捏盐 然后再用手稍微整理一下外形 这样我们的生批就做好了 都做好后把它们依次放到 铺有桂油纸的烤盘里面 然后盖上保鲜膜 让它二次醒发30分钟 醒好后我们先在表面给它刷上一层鸡蛋液 然后在表面再摆放一些杏仁片 或者自己喜欢的果干 接着我们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烤箱中层上下火180度烤20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葡萄干面包卷 吃起来非常的松软香甜 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 全程不用揉面 更不用揉出手套膜 即使新手也能够依次做成功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